你覺得這個是小隻雞嗎 我一開始覺得好像是 但是後來又過了幾次產檢的超音波照 我又覺得好像又不是 嗨 大家好 我是Coco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vin 我目前懷孕是第18週 然後呢 我們現在都還不知道 孫子裡的寶寶是什麼性別 我們明天就要去產檢 醫生就會告訴我們性別 所以今天呢 就想要趁還不知道性別的時候 讓大家跟我們一起猜一下寶寶的性別 對 我在網路上找了一些那種網路謠傳 生男生女的一些特徵 今天就來一個一個看看我比較屬於哪一種 大家如果覺得是男生或是女生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一起來猜猜看 那這些東西呢 這些特徵呢 都是春書好玩 就沒有任何科學根據的 所以大家不要太認真地看待 第一個 如果懷男生的話 皮膚就會變得比較差 懷女生的話 皮膚就會變得比較好 那妳是哪一個 我非常明顯 我從懷孕開始 滿臉就爆超多的痘痘 我長到就是連脖子啊 身體啊都長痘痘 所以是皮膚變差 所以是男生 但我很懷疑 有誰懷孕皮膚會變好 我是滿懷疑的 網路上說懷女生 會皮膚變好 對 但是就是一個謠言 那這個就是男生一票 第二個是肚型 就是看肚子的形狀 如果肚子比較尖的話 就是男生 肚子比較圓的話 就是女生 那妳覺得妳是肚子尖還是肚子圓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覺得現在好像看不出個什麼所以然耶 對啊 我覺得好像因為肚子還不算很大 看不出來是圓是扁 比較像吃飽的 吃飽的肚子 是不是偏圓 我覺得偏圓耶 看起來肚子 感覺偏圓 形狀好像是 應該是偏圓啦 可是我媽跟我講說 肚子肩跟圓 比較明顯的是在快要生的時候 所以要等到她大一點看 她說以前的人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分辨是男是女 所以到在快生的時候去判斷肚子的形狀 覺得她是男生或是女生這樣 所以現在可能還不準 不過現在看起來是偏圓 那就是女生一票 第三個是從飲食方面去判斷 到底是男生是女生 這個是什麼 俗語嗎 酸兒辣女 喜歡吃酸的話就是兒子 喜歡吃辣的話就是女兒 我很明顯是吃酸 變成吃酸 對 我以前愛吃辣 然後現在一點辣都碰不得 那就是男生一票 所以男生現在已經兩票了 第四個是 如果孕吐嚴重的話就是懷男生 輕微的話就是懷女生 這個不用講了 超嚴重 超級嚴重 這個真的準嗎 男生三票 男生已經三票了 第五個 我覺得就 好 這就是一個統計 第五個是以前流傳下來的 古代流傳下來的清宮圖 清宮圖據說是清朝流傳下來的一個 燕男女的方法 他們就依照一些陰陽五行跟八卦去推算這樣子 他的算法是用受孕的農曆月份 還有媽媽的虛歲 兩個比對起來去對照 包包是男生還是女生 我們的農曆受孕農曆月份是什麼時候 今年的五月底 農曆是四月 然後我今年虛歲三十二 所以是女生 女生兩票囉 這是一個月份 都是成女生喔 我是覺得蠻扯的啦 所有三十二歲的女性 在四月份受孕 農曆四月份受孕都是女生 Kevin覺得是厚懶 我的 我覺得太誇張了 所以那就是女生一票 然後我們就是三票對兩票了 下一個是中醫的書上寫的一種理論 叫做 左極為難 簡單講就是你去把孕婦的脈 左手的脈搏跳得比較快的話 就是男生 如果是右邊比較快就是女生 左極為難就對了 那就是左邊先計時三十秒 測測看脈搏 開始 四十下 所以左手邊四十下 右手 右手 開始 三九 三九 其實我們每次測都非常的接近 我甚至還有測到一模一樣 就是左手跟右手脈搏跳動都一模一樣 所以 左右手很接近 對很接近 所以剛剛測的話 四十對三十九 所以是男生 因為左邊跳得快了一點點 就一下而已 還加上那些誤差什麼的 所以真的我覺得 我確定是平手 對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接近 好啦 這樣算男生半票 對 半票 好 第六個 第六個我們直接放大絕了 直接放我們小朋友的超音波照 這張超音波照呢 它是從寶寶的這個 兩隻大腿這邊這個角度照過去的 所以呢 貌似可以看到一些性特徵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覺得這個是小雞雞嗎 我一開始覺得好像是 但是後來又過了幾次產檢的超音波照 我又覺得好像又不是 是不是期待 然後可能也剛好某個角度 角度很像 但我就記得那時候給朋友看 他們都覺得 有些人都覺得是男的 但是後來我們又照了超音波照 看起來又好像是女的 那最後你覺得超音波照的話 你看起來像男生還是女生 我現在真的看不出來 因為我一開始看 前幾張拍的 我就覺得一定是男的 前幾張是哪幾張 就是前幾次的那個體驗 有期待的那個 對 看起來很像男生 然後拿給朋友看 他們也覺得這個一定是男生的 但是後幾次的體驗 超音波照 我又感覺好像又不是 所以真的是個謎 到現在都還是個謎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男生的機會高一點點了 看起來是這樣 其實男女我們都沒關係啦 只要爸爸健康就好了 這一支影片就是好玩 你們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猜猜看喔 我們一天產檢就可以知道男人了 對 期待下一次產檢公佈性別 然後我們會把這個 公佈性別的這個過程記錄下來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大家掰掰 跟我們分享一下